安大利省政府近日宣布,为省技能与发展基金进行第三次拨款,以缓解省级劳动力短缺问题。 劳工厅表示,此轮资金将优先考虑边缘化人群,包括有暗敌者、高危青年、残疾人、原住民、乌克兰新移民和其他面临就业障碍的人们。 安省劳工厅长麦克诺顿宣布,拨款9000万元用于帮助全省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居民找工作。 此次拨款是在安省2022年至2023年省预算案当中为SDF安排的1580万元之外的资金。 麦克诺顿表示,此次拨款是为了加强安省的劳动力,同时给人们第二次机会。 在安省有近40万个工作岗位空缺,涉及各行各业,而在加拿大各地有400万人有暗底。 本次拨款真正的重点是帮助人们给他们第二次机会,让他们有目标的从事相关职业。 拟下机构或者是组织的就业项目,有资格获得此次拨款。 就业服务和培训提供机构、劳工、社区、商业和行业组织、市政政府、医院、原住民部落办公室、原住民技能和就业培训协议持有人,以及服务系统管理者。 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以从9月29日开始申请资金,申请将一直开放到2023年的1月31日。 感兴趣的项目或者是组织,可以通过安省来转移支付申请。 汉密尔顿和伯林顿地区的约翰霍华德协会的WorkPath就业服务项目就是针对有暗底的人们,帮助他们找回工作的一个项目。 该项目从安省技能发展基金会获得了近50万元的资金,现在已经安排数十名有暗底的工作者去制造行业工作。 约翰霍华德协会表示,即使根据安省人群法,其实有犯罪积入的人是违法的,但是对于先前又暗底的人们来说,找到工作仍然是极其困难。 麦克诺顿认为,打破贫困与犯罪循环至关重要,帮助人们有机会获得工作不仅仅是有利于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也是有利于纳税人。 一些受资助项目旨在帮助社会救助人员找到有意义的,提供福利和退休金的职业,他希望就业及培训项目能够为所在行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安大略省政府近日宣布,为省技能和发展基金进行第三次撥款,以缓解省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劳动厅表示,此轮的资金将会优先考虑边缘化的人群,包括有岸底、高危青年、常责人、原住民、乌克兰新移民 和其他面临就业障碍的人。 安省劳动厅厅长马克勒顿宣布,撥款9,000万元,用于帮助全省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居民运工。 这次撥款是安省2022年至2023年省的预算案中,为SDF安排的1,580万元之外的资金。 马克勒顿表示,此次撥款是为了加强安省的劳动力,同时给大家第二次机会, 在安省有近40万的工作纲位空缺,涵盖各行各业, 而在加拿大各地有400万人有岸底,本次撥款真正重点是帮助他们给他们第二次机会, 令他们有目标的从事相关的职业。 以下机构及组织就就业项目有资格获得这次撥款, 就业服务和培训提供机构、劳工、社区、商业和行业组织, 市政府、医院、原住民部落办公室、原住民技能和就业培训议持有人 以及服务系统管理者,符合条件的项目可以在9月29日开始申请资金, 申请将会一直持续到2023年1月31日, 感兴趣的项目或组织可以透过安省转移支付申请。 韩密尔顿和巴林顿地区,约翰·佛华德协会 Warpath就业服务项目就是针对有案底的人, 帮助他们找工作是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从安省技能发展基金获得近50万元的资金, 已经安排数十名有案底者去制造业工作。 约翰·华德协会表示, 即使根据安省人权法, 歧视有犯罪记录的人是违法的, 但对于先前有案底人来说, 找到工作仍然是极其困难。 麦克罗顿认为打破贫困和犯罪循环至关重要, 帮助大家有机会获得工作, 不单止有利于解决务动力短缺的问题, 也利于纳税人, 一些受资助的项目志在帮助社会救助人员找到有意义的, 提供福利和退休金的职业。 他希望就业及培训项目能为所在的行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